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着女儿开心的模样 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多么希望她没有得这个病 不用去承受这个年纪 不该承受的痛苦 我最爱的大儿 虽然你就在妈妈身边 可我还是想好好抱抱你 只是移植仓里不允许 移植程序开启 第一天给化疗药 发烧 恶心 持续到凌晨 疼在孩子的身 痛在妈妈的心 历经书液 抽血 吃药 高烧 脱发 各种挑战 我的儿子竟然像奥特曼一般勇敢 今天要床最关键的一关 照学钙细胞回溯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 却艰险痛苦 宝贝 妈妈会陪你一起勇往直前 迎接你的涅槃重生 这是2021年年底发生在 首度儿科研究所 附属儿童医院的一幕 视频当中的两个孩子 正在接受着 造血钙细胞移植的治疗 他们俩都得上了 同一种罕见病 似乎成长 被按下了暂停键 他们就停留在 这个三四岁的小身体当中 也只有经过这种治疗 才能够让他们的生命 得以延续 那他们得的到底 是什么样的一种罕见病呢 今天我们也把视频当中的 两个孩子 以及他们的妈妈 请到了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你们 大家好 我叫随心 今年我七岁了 我来着年龄生 我的英文名字叫Amy 我是随心妈妈 我是三十几岁吧 她生了这个孩子 所以家里人视她为珍宝 所以给她起名叫随心 希望她随心如意 但没想到她得了这种罕见病 年多糖注疾症 这个病呢 是她从一岁左右吧 我们发现她开始发病 六周最后才得到了确诊 她现在是七岁了 看起来她的外貌 还像三四岁左右的孩子 这是这个罕见病的一个特点 大家好 我叫张晨熙 小名叫乐乐 一年七岁 我住在辽宁省北漂市 我的家是 七十楼三元 把家里的地址都告诉大家了 是欢迎更多的朋友 到你们家去做客 是不是 我是乐乐妈妈 乐乐是在2021年的三月份 确诊的年多糖注疾症 这样的孩子呢 又被称为年宝宝 我们在网上查了信息之后 就发现这是一种 非常罕见又残酷的疾病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懵了 但是后来我就想 我一定要坚定 要勇敢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 接受治疗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 两个孩子的主治医生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首都儿科研究所 附属儿童医院的 刘荣主任医师 和杜牧副主任医师 欢迎两位 您好 刘主任 您好 刘医生 来 有请 欢迎二位 您好 刘主任和杜医生 对两个家庭 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是的 刘主任您是 血液内科的主任医师 对 然后杜医生您是 内分泌科的医生 对 内分泌科 那我们这个年多糖 助肌症 到底是属于哪个科室 该看的病 其实它是属于 内分泌科的专业病 它是代谢病的一种 那其实代谢的定义 其实是我们各种的 这个生化物质 在体内吸收 合成 分解 转化 运输 存储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比如说 我们日常 从外界摄入的糖 脂肪 还有蛋白质 这些它是要在我们身体里面 经一系列的代谢 才能够化为己用 那么代谢病呢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些物质转化的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使这个循环 不能够正常 有序地进行下去 所以对于我们在 生长发育期的 这些小朋友来讲呢 最直观的印象 就是会影响到 他们的生长发育 那我们今天现场 也请到了另外一组家庭 欢迎琪琪和她的妈妈 这是我的女儿凯琪 今年马上就要三岁了 那她得的这个罕见病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她呢就是 甲肌病二酸血症的患者 然后呢 她是大概在四个月的时候 确诊了这个疾病的 然后在这之后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孩子比正常的小朋友发育 其实是要缓慢一些的 她的每一个进程 都会比正常的小朋友 要慢很多 相信很多朋友 都是第一次听到 甲肌病二酸血症这个病名 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代谢性的疾病呢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 琪琪的主治医生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首都儿科研究所 附属儿童医院的 陈倩主任医师 欢迎陈主任 你好 陈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来 请坐 琪琪妈妈好 主持人好 那刚刚听我们三组家庭的介绍 其实孩子得上的都是属于 罕见的代谢性的疾病 那陈主任我有一个问题 到底是哪个地方 代谢有问题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疾病呢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细胞 都需要经过代谢产生能量 让这个细胞进行正常的活动 以维系整个组织器官系统的 正常的活动 就像一条生产线一样 比方说肝脏就是一个能量工厂 如果整个的这个生产流水线的 每一台仪器都处于一个 正常的工作状态的话 那好 所有的这个代谢成分 都能很顺利地经过加工 送到能量工厂去产生能量 如果甲基比尔酸代谢的这个仪器 出现了故障 我们把它叫做先天缺陷 那么就导致甲基比尔酸的代谢 出问题了 不能被正常的加工 甲基比尔酸蓄积了 另外一边 我要用甲基比尔酸代谢产物 来进行下一步生产的元件 没有 这就叫甲基比尔酸血症 也叫做甲基比尔酸尿症 那对于年多糖宝宝来说 他们的体内是哪个部分的代谢 出现了问题呢 在这个工厂工作的时候 是一定要产生废物的 那么这个废物 我怎么样才能把它从人体里面清除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细胞的示意图 我们小圈圈里面的这个叫熔酶体 那么熔酶体的功能呢 就相当于一个垃圾处理厂 水解酶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人 它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大分子的物质 变成小分子的物质 通过输送带就排出体外了 那我们得年多糖的小朋友呢 只是它其中的有一部分 这个年多糖水解的这一部酶 出现了问题 导致它就不能代谢掉 就不工作了 你看它坐在地上了 消极代工了 对 堆积的更多的就是 垃圾废物 年多糖 对 对的 这个年多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年多糖它不是单单只一种物质 它是有一个大家族的 有很多种类型 它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哥哥的器官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是不是白嫩 眼睛是不是明亮 心脏是不是健康 关节是不是灵活 其实对于化儿的家庭来说呢 家长们都希望只要孩子能够顺顺利利地 平平安安地长大就好了 但是呢背后我们儿科医生 要为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生存的希望 那首先呢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和陈主任 来为我们点亮第一盏希望之灯 我们看第一个关键词呢是重生 但是对于得上罕见病的这些孩子们来说 他们要经历什么才能够获得重生呢 那我们先谈谈我们的年多糖吧 他们怎么才能重生呢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叫做凤凰涅槃 就是指的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 如果他不经过这样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他很难活到成年 基本上就是在十几岁 甚至是不到十几岁的病人 就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生命 而且他的生活质量也很差 造血干细胞呢 是我们人体中非常神奇的一个细胞 它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即血细胞的老祖宗 它可以分化成各种各样的细胞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白细胞 白细胞它非常的神奇 它除了可以有抗感染的作用 还有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酶 它是可以分泌到细胞外 成为血浆里面的酶 那么血浆里面的这个酶 就会靠近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 正常的细胞表面 它会有一个受体 这个受体就能把我们这个酶抓住 抓住以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酶邀请到 病人有问题的这个细胞里面 因为它这个细胞里面 是没有这个酶的 它等于获得了一个纯天然的酶 进入到了这个细胞里面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细胞里面的代谢产物 通过这个水解酶变成小分子物质 然后它就排泄出去了 结合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动画 正是因为我们体内缺少了这个搬运工 对 请来了一个搬运工 这个搬运工就可以在这个细胞里面 做它应该做的工作 那是不是对于医生来说 开展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也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的 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们做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工作 是在2004年到2005年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来说到现在 大家觉得已经很漫长了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起步的课室 因为咱们国家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首先是成人开始做 而科大夫来做造血干细胞移植 也其实只是这个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我们是从2015年16年开始年多堂的病人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我们最开始做的是年多堂二型的移植 是因为这些小朋友 没有太合适的同胞权和的供者 但是对于年多堂二型 它只是母亲携带这个基因 父亲是不携带的 所以他可以用父亲作为一个单背体供者 来帮他完成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 那么进行单背体移植的时候 我们面临到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它这种移植模式特别容易发生排异 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它严重地影响到了 这些小朋友未来的生存质量的 我们研究大量的数据 针对小朋友的特点来进行一些改良 我们中心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移植体系 就是我们的病人细胞回溯以后 在第三天 第四天 我们会加入一个药 这个药叫做黄尼仙胺 而且是一个剂量比较大的黄尼仙胺 它通过黄尼仙胺的加入 可以把引起排异的这一部分细胞 在它还没有对人体造成损伤之前 把它灭活掉了 所以它的排异的发生就会越来越少 而且是比较轻的 这个我们开始的是年多糖二型的移植 但是年多糖有很多型 它有七型 所以我们就想到的另一个供体的来源 就是齐带血 它对配型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就不仅在做年多糖二型的移植 我们也做年多糖一型的 四型的 六型的 这些也慢慢地扩大了我们移植的病人的病种 最终得到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已经完成了 造血钙细胞移植将近有100例的病人 其中齐血移植也将近40例的病人 乐乐和移植做的是哪个移植呢 我们做的是齐血造血钙细胞移植 当初我们确减这个病的时候 专家跟我们说 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造血钙细胞移植 当时选择挺难的 但是为了孩子健康地活下来 就要不饿一吃 然后我们来到儿眼所之后 病友们互相鼓励 给我带来很多帮助 还有刘主任给我们的帮助 找到了改细胞 然后2022年4月27号 我们进床移植 秦秦 你大概在床里待了多久 还记得起来吗 16天 是你自己在床里面吗 妈妈陪 妈妈陪着 那你觉得那段时间 身体上哪里最不舒服 肚子 怎么不舒服呢 恶心 恶心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忍过去的 忍过去的 也是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信念 要治好病 是这样吗 嗯 真棒 40多天的时间 我们看到现在 欣欣真的是特别地好 这个状态 是的 她自己也说 妈妈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劲了 对 那守庆 乐乐当时是 在舱里面待了大概多长时间 我们在舱里一共待了64天 我们比随心入舱要早一些 是2021年的12月份进舱的 在治疗过程中认识的 现在两个孩子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乐乐在舱里我们俩一块剃了光头 我们每天是在舱里是需要穿隔离服 带隔离帽 需要戴口罩 医用手套 孩子每天需要输液呀 吃药啊 整个过程孩子都表现得非常勇敢 非常坚强 医生和护士也都说 乐乐是舱里表现最好的小哥哥 然后同时作为家长呢 我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信念 要乐观 勇敢 坚强的 就是带着孩子走过这一关 整个这个过程下来之后 我觉得孩子和我都经历了一次重生 哇 成为了彼此的守护天使 是的 乐乐啊 在这个舱里面两个队的时间 妈妈一直是陪伴在你的身边的 那个时候你还会感觉到害怕吗 不会 每天我都在拆卡包 拆什么卡包啊 拆奥特曼卡包 拆玩具的卡包啊 小小的一些小惊奇 都可以带给孩子们 特别大的开心啊 是的 其实孩子也是通过这样的治疗 重获新生了 也可以未来在成长的道路上 更快地往前走 对 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陈主任 对于甲基病二酸血症的 这个罕见病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 也能够重获新生呢 甲基病二酸血症 一旦确诊 那么我们必须要用的一个药物 就是维生素B12 我们要用针剂和口服制剂两个结合 终生用药 是用来帮助它代谢不了的 这个天平的这头的一些蓄积产物 进行一个向下的一个代谢 然后把它交给能量工厂 去产生能量 哦 让它更快地往下游走 对 其实比较幸运的就是 我们国家大多数的孩子 都是维生素B12有效型的 那么维生素B12无效型的 我们对它就要进行一个 饮食的管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摄入进来的 某一些氨基酸 它代谢不了 维生素B12又不能让它 帮助它代谢 那怎么办 我们就不摄入它 不吃 那么这些成分 这些氨基酸 在肉各类的蛋白质里头 含量是非常多的 那么因此我们那些孩子 是不让吃肉的 那它靠什么来获取 有效的蛋白啊 米 面 瓜果 蔬菜 里面也有一些蛋白 但是我们怎么样获取 足够的氨基酸 所以我们要推荐它 使用特殊配方奶粉 那么特殊配方奶粉里面 既去掉了我们代谢不了的 氨基酸 又补充了必须氨基酸 明白了 所以对于这个患上了 甲肌病二酸血症的孩子们来说 要想获得重生的话 首先是药物治疗 再有一大类型的 就是严格地控制饮食 同时补充必须的氨基酸 那少男现在齐齐还一直在接受着药物治疗吗 是的 凯齐的话她是很幸运的 她是属于维生素B12有效性 这个前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药 叫老四样 就是孩子经常会用到的维生素B12 我们使用的是针剂 是需要肌肉注射给孩子的 那么这个日常就是我学会了这个肌肉注射的这个手法之后呢 日常来给孩子做这个打针的这个动作 然后像她每天会要喝的这个佐卡尼丁口服液 每天都要吃的这个甜菜碱 还有呢就是这个补充的这个叶酸 对 一共是四样 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我放了还有一些台力 还有这些小本 我会把凯齐打针的日子 还有这段时期如果说有发生这个剂量的变化 也都会记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小本子是我给凯齐日常记录饮食的 包括比如说孩子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发烧了或者是腹泻了 然后有增减药物的情况 也会记录在这个小本子上 其实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新的变化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也是让他们获得了重生了 是的 但其实我们面对着这个代谢性的罕见病呢 还有很多的谜题没有被解开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杜医生和陈主任 为我们点聊第二盏希望之灯 有请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仪领药业莲花清温胶囊赞助播出 那我们请杜医生和陈主任 为我们点聊第二盏希望之灯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解谜 确实这两个罕见病在我们的面前啊 就像两团大大的迷雾一样 需要我们层层地去揭开 今天我知道陈主任特别带来了一个物品 您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两管尿液 其中一管是正常的 另一管是甲基比尔三血症的尿液 那么从我们肉眼来看啊 它这两管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透明的黄色的啊 但是我们如何去诊断它 就要在这个 这两种尿液中的代谢成分 进行对比 那你们最初是怎么发现 这个罕见病的患儿的尿液当中 是存在着异常的甲基病二酸呢 这个说起来呢 实际上这个在1997年的时候 我们首尔所当时是发现了非常多的 发育落后的孩子 我的导师许克明教授 他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一个 发育落后的孩子的研究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 一个尿液的一个这种对比的 一个筛查的研究 发现这些孩子 它的甲基比尔酸和甲基 居原酸的浓度 要在正常的尿液的100倍以上 哦 是超标的 实际上是很关键的问题 如果说你尿液里面啊 发现了这种代谢成分的增高 我们下面就要对它进行分子学的诊断 通过尿液的比对 最终这些孩子都是甲基比尔酸血症 那我想问一下少南 当初是通过什么来明确地得知 齐齐得的是这种罕见病呢 对 他大概是四个月的时候 最开始是他不肯吃奶 然后一直在睡觉 然后再后来就发现 他就是像憋气一样 后来我们就去 儿言所的急诊去看了 看了之后当时他就说 这个应该是抽搐了 孩子发生了抽搐 他说这个我们就不太好去判断 就第二天就给我们挂了 这个神经内科的陈主任的号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去看诊 然后陈主任当场就说 这个孩子可能状态不太好 无精打采也不吃奶 然后就是睡觉 然后陈主任当时说 就让孩子入院观察吧 这个你在家里已经观察不了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果断地 给孩子去入住了这个NICU 就是新生儿的这个加护病房 然后在这个病房当中 完善这个检查的时候 也做了这个尿液的筛查 因为抽搐的原因有很多 对 然后最后是在尿液筛查中 发现他的甲基品二酸 就已经非常高 对 所以也没有走太多的弯路 对 我们非常幸运 没有走很多的弯路 那当时琪琪身上出现的 像不爱吃奶啊 甚至是发生抽搐啊 这是典型的甲基品二酸血症 发生之后的一个反应吗 是的 抽搐 精神反应状态不好 特别像脑炎 那么这个是甲基品二酸血症里面 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吧 最容易出现明显症状的是 神经系统的症状 比方说发育有一点落后 其他孩子三个月四个月能抬头举胸 他呢就稍微落后一点 还有其他症状 比方说抽搐 脑机水 等等积张力下降 这一些表现 那么还有其他的心血管的表现 像肺动脉高压 心肌病 那么有血液系统的表现 大细胞贫血 对 那么还有其他眼科的表现 视力不好 实际上是视神经 视网膜的发育的不好 等等 很多系统的表现 但是比较突出的是 神经系统的表现 总之这团迷雾 现在已经被我们认知到了 我们也有能力 一点一点地去把它剥除开 那我再想问一问 两位年宝宝家庭 那我们欣欣从发现症状 一直到确诊 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我们经历的就久了 走了好多弯路 他是一岁左右 我们发现那手指是弯曲的 然后我们就给他 看了骨壳 两岁左右 眼睛 眼角膜混浊 我们带他看的眼科 三岁到五岁一直是看骨壳 因为骨骼其他方面 膝盖弯曲啊 还有脊柱撤挖 包括他的那个胳膊抬不起来 看了骨壳之后 没有什么结论 就是要给他按摩 然后是六周睡时候确诊的 就相对晚了一些 那个是 哎呀 球衣太满了 其实现在反过头来想 那个时候可能 欣欣的身上 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表现 但是说实话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认识到 这是一种代谢性的 罕见性的疾病的症状 对 那我们先来明确一下 如果要是出现了 什么样的反应和症状 那就证明有可能 孩子得的就是这种罕见病呢 首先就是在这个面部特征上 年多堂的孩子 他们都会有一些典型的 面部特征啊 就是首先我们看 他们的头围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前额呢会有突出 看他们的这个毛发 也是非常浓密 非常的粗黑的 然后发际线呢整体也比较低 眼力也是比较大的 他们都有一个大眼睛 但是整个眼球呢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突出 然后眼检呢会显得略微的肿胀 然后我们刚才这位妈妈说的 角膜浑浊的这种表现 这个角膜浑浊它会随着这种疾病的进展 去逐渐地加重 到后面严重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视力 最严重的可能它就看不见了 就失明了 然后除了这个角膜浑浊呢 那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这个 视网膜的病变 还有一些就是幼年早发型的这种青光眼 也是会严重影响它的视力的 然后到了鼻子这一块 它整体的体量是偏低平的 然后鼻孔呢会有上翻的这种表现 嘴唇呢就会比较饱满 偏厚一些 牙齿它可能发育得不是太好 牙齿整个会比较小 然后每一个齿间距呢也会显得大一些 然后个别孩子还会有这个 牙肉质发育不良的表现 还有一些孩子 他的皮肤也是会粗糙一些 表皮会厚一些 然后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这种 典型的这个蒙古斑 其实我们有一些新生儿 出生的时候都有 但是正常的孩子 他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 这个青斑就消失了 但是年多糖的这些孩子 一直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他们皮肤还是有这种典型的 这种青斑的表现 然后这个病 它对于关节也是有非常 这个严重的影响的 它可能会累积到一些大关节 肩关节 膝关节 还有肘关节这些地方 我们会有一些 关节活动的受限 它的活动度会差 整个关节会显得比较僵硬 然后运动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说它累积了这个小的 这个趾关节 那这个手就伸不直了 那它可能就会 这个手是弯的 一个爪形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年多糖 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表现 比如说这个智力发育的落后 智力发育的落后 有一些严重的 它可能在出生到一岁的时候 就有表现了 然后这个可能到 两到三岁的时候 它的智力也就停止发育了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 我们家长警惕的 就是智力运动发育的倒退 就是比如说 本来这个宝宝会干的事情 它后面不会干了 这个也是非常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表现 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 干皮的增大 看起来他们的腹部 是比较蓬隆的 对 然后由于腹腔内 它压力是大的嘛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其善 还有这个腹骨勾的这个善气 乐乐也有善气 就是我们移植之后 也是有一些可惜的变化 身高我们长高了 她现在移植完已经九个月了 我们现在在 就是跟医生请示过后 现在已经让乐乐 逐渐地回归校园了 太好了 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欣喜的变化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罕见病 就像一个谜题一样 可能通过大家共同地努力 这个题呢 一步一步地在得以解开 但是我们好像离最终的这个真相 还是有那么一小段的距离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 杜医生和陈主任为我们点亮 第三盏希望之灯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业独家冠名播出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杜医生 和陈主任为我们点亮 第三盏希望之灯 第三个关键词呢 是溯源 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溯源的根本呢 就是要减少这样的孩子 先天缺陷的出现 但我们现在通过一些 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预防或者是筛查 代谢性的罕见病呢 您刚才说的实际上 是很关键的问题 怎么样早期筛查早期诊断 那么早期筛查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血和尿的 代谢物的筛查 那么早期诊断呢 是要靠这个基因的 致病性的诊断 甲基比尔酸血症 刚年多糖的遗传方式 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如果说我们家里 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宝宝 那么我们同时查到父母 每个人携带 这个都是携带者的话 我们如何去预防下一胎 不要再生一个这样的宝宝 如果说我们前面已经有了 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 我们要跟这个产科的大夫 要讲明 在孕中合适的时间取羊水 做代谢物的分析 然后做基因的诊断 那么如果说 我们发现在胎儿 我们检测到它的羊水 里面的这个甲基比尔酸 我们就确诊了 那么我们通过基因也确诊了 那么我们母亲 就要摄入这样的一些药物 进行这样的药物的一个治疗 所以少南现在是不是也在做 这个基因筛查的宣传员啊 对 像我身边的朋友 同事 如果说他们但凡 比如说有 不管是投胎还是二胎 哪怕是结婚 我都会跟他们说 但凡自己有条件 基因筛查的这个部分 还是要去做完善 但凡我们能够从源头上 把它能够阻断 还是应该为此多做努力 对于年多糖的这个治疗效果 取决于它发现的早晚 所以这个溯源非常的重要 我们还是希望它越早期获得诊断 它治疗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越高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小朋友的出生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治疗关口更为前提 在它出生的这个时候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美学的检测 一些基因的检测 那么得到一个更早的治疗 别再亡羊补牢了 对 对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就不仅需要我们一个科室的努力 而是需要更多的科室的加入 我们叫做它MDT 多学科的这么一个协作 这么一个协作模式 现在在我们医院开展的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些罕见病的介入 我们这个MDT团队的存在 以及做的大量的工作 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所以使得这一部分病人 一个是在别的科室里面减少漏诊的机会 第二个 一旦确诊以后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启动绿色的通道 让他们尽快获得治疗 改善未来的愈后 那在治疗 包括整个恢复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作为家长 我们的收获也很多呢 是的 治疗之后 孩子的整个人在变化 整个身体在变化 然后家长的心情 几乎和治疗前的心情完全是两样 我一直在说 能遇到这样的好医院 好医生 是我们孩子的最大的幸运 虽然他有了这个罕见病 但是他现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 是医生们给他的第二次生命 每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还是激动 太感谢了 在这里我感谢刘主任 感谢尔研所 给我女儿第二次生命 谢谢 在我们人生过程中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很多人去帮助我们 去伸出援手 这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都是一个非常幸运 非常幸福的事情 当孩子取得一些成绩 一些进步的时候 我们都首先最想到的就是 我要发给我们的医生 就因为医生对我们的帮助 真的是太大了 是的 除了医生的帮助之外 我相信家长就是孩子们身后 最坚强的后盾 所以你们也要更有勇气 更坚强 是的 更有力量 好的 那今天三位医生 是跟我们分享了 有关于罕见病的一些常识 也跟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科普 但面对自己的这份职业 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刚才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反复强调对医生的感谢 其实我在这里面想说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病人 病人其实是我们的老师 从这个疾病的诊断过程 都是很艰苦的 那开始我们是不认识这个病的 包括他们这个疾病的名字 我们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熟悉到他 然后变成我们对这个疾病了解 然后再有机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让我们感觉到 职业上面的一个荣誉感 所以我们应该是做得更好 更加让他们来获益 能够帮助到他们更多 甚至是我希望 将来他们结婚生子的时候 也能够邀请到我 我也非常愿意参加两个小朋友 未来的婚礼 事先咱们就约好了 没问题 实际上在从医这二十多年里 家长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我们最重要的 其实是想取得患儿父母的支持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 那么我们医生是特别愿意铺在临床 把最好的治疗方法 我们率先给患者用上 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让他们更好 其实我们经常说 偶尔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去安慰 其实面对这个罕见病群体 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不应该因为罕见 不被看见 不应该因为罕见失去关怀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内分泌科一直秉承的理念 也是我们首儿的医生 一直的一个传承 其实今天我也特别钦佩 三位来到现场的这个家庭 特别钦佩他们的妈妈和他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也在为这个群体奔走呼吁 对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 在人格和精神上的高尚和强大 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 今天我们在各位的身上 是看到了两个字 那就是坚持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放弃过 他们一直在积极努力地 想尽一切办法 为自己的孩子进行治疗 用自己的爱 勇气和无畏 陪伴着孩子继续成长 为他们折风挡霉 而对于医生来说 也许他们付出了更多的精力 忍受了更多的寂寞 但是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 坚持着 付出着 我相信这就是人性当中 最闪亮的光辉 感谢各位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再次感谢大家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